题目的话呢 像现在这样子 我发牌出现了一个题目 你就要去找到那个东西 所以像这里出现的是一个台灯 我就要去找到台灯台灯台灯 在什么地方看到它了 把它拖进你的格子里面去 所以简单来说 这个游戏就是这样 看到了那个题目卡 大家就开始抢 看谁抢的快 这张牌就属于谁这样子 基本方式是这样 你比方说像假设我是一号玩家 我现在丢了几个进去了以后 好这边 对就是最后我们就是数数看 有几个有几个东西 好那就是几分这样子 对对对 那我设计这个游戏呢 是这里有一个好玩的地方 是我不是设计手牌 所以如果已经拉进 一号玩家的盒子里面 二号玩家是可以去偷的 所以你是鼓励这种行为 还是不鼓励这种行为 不鼓励但是呢 对但是有人会去会去偷 所以他会自然有一些效果在哪里 这样子 我们每个礼拜直播呢 我们就找一些老师进来直播间里面来试玩看看好不好 所以凯西老师以及兔兔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今天非常热闹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就由这两位老师凯西老师 以及我们的兔兔老师来担任四晚的玩家 我为求公平起见了 我就是当作是一个观察者裁判 那等一下游戏的部分就有小明老师来负责引导跟指挥 好首先呢我们就是要先决定谁坐在哪一个位置 有的时候学生多的时候呢会会不容易决定 所以呢我们干脆就丢骰子决定 所以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要丢这个红色的骰子 谁的号码大谁就坐一号 号码中间号码最小就是第二号跟三号 好那我们就刚好三个玩家 那我先丢骰子 我是五 凯西老师你骰一下 三 三 OK那兔兔老师呢 四 好那我就坐一号了 一号玩家上面有一个格子 这个地方可以打名字 那我就打上小明 那我要向上是二 小明老师你设计是直接让他打名字 并不是像我们之前有的游戏是用坐座位的方式 因为坐座位好像就是要发海白 所以这个是不是坐座位 我们就自己有讲好说我是这一块这样子 对你就是打自己的名字 你就是选定这一块这样子 好那我知道了 我来按发牌 好你按发牌 我们看到以后呢就拉进自己的格子 大家看一下 如果有人抢的话 你会看到那个东西被拉到其他玩家去 我们来抓那个谁去抢 对对对 我要按发牌了 好 凯西老师 别想抽我的东西 我 这个是 好来凯西老师你说一下这是什么好不好 变三啊 我们要听英文 Electric fan 耶好棒 对对三四爸这个操作非常好 就是请那个同学呢 把这个字再念一遍这样子 没错 所以其实在教室里面就是他拉完之后 我们就是会再确认一下这样子 所以就会请他念 然后中文是什么 其实语文游戏就是这样 非常有趣又很直觉 好那那这个的话我我这张卡牌 我可以把它翻面看看吗 可以 好我翻面看看 你按一下它就会变成是看得到答案 但是会比较相似 所以背面就是有它的中文的意思 OK 对对对是 所以我等一下再按发牌的话这一张会会再发一张叠上去嘛对不对 对没错 好 来 来 预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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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谁拿走啊 因为是兔兔吧 我跟妳讲 不是 我在行进的过程会经过一号跟二号玩家 半路就错过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我以为是我拿到的 给你没问题 OK没关系 因为你被拖的时候你不能够从上面这样拖下来 因为它会被吸住 会吸住 对对对对 了解了 来请兔兔老师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是地球仪 好 好棒 来再来第三回合 预备 好紧张哦 你在哪里在哪里 开心 哦 厉害 哦 好可爱哦 凯西太厉害了 我都还没有抓到一个 这是这支 对 它是可以藏在底下的 它是可以藏起来的 我刚才有发现这一支 是可以藏的 可以藏起来 对 OK 也就是 也不能 也就是它好玩的地方 凯西老师 你念一下这是叫什么 Hampster Hampster 是什么呢 康鼠 康鼠 好可爱 好来 准备咯 下一张 我真的覺得玩五個就好了 布图老師來請布图老師念一下 computer 電腦 好 電腦來 下一回合 準備 GO 好好好 這個在哪裡在哪裡 拿到了 布图老師又再度得分 真是這兩位老師的英文程度好好 真的是鞋子 謝謝 那英文怎麼念呢 英文是 shoes 鞋子 好 來 再來準備 下一回合 GO 要搶 搶走 終於搶到一張 茶壺 好 小米老師請說 這是teapot teapot 茶壺 好 下一回合預備 GO 來 最後一回合囉 真的要過去還會被拖走 go 來 布图老師請說 cell phone 手機 好 來 我們現在要開始計分囉 結算嗎 結算嗎 來 結算 來 我們先從小米老師的開始 1 2 3 4 5 6 6個 好 6分 來 兔兔 好 我自己拉 1 2 3 4 5 5 6 7 8 8 8分 好 來 凱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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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希在玩 1 2 3 1 2 3 3 3分 我們今天由兔兔老師獲勝 我這邊我給幾個建議 其實在結算的時候也可以請學生 結算的時候比如說一個一個拉出來說 這是 umbrella plane card 就是可以 它在結算的時候就是可以邊唸 邊唸 唸一次 或者是其他的同學來唸 對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簡單好玩的一個巡物遊戲 因為我們這個平台關係 所以各位老師你在線上可以看到 我們是不是有四位老師 我其實也在房間裡面 只是我擔任的裁判 其實有四位老師在這個房間裡面 我們同時都可以去做拖曳 那真正在授課的時候 老師們可能是可以在線上課 或者是比如說你開大屏 請學生上台去拖拉 或者是有學生上台拖拉 有學生用平板拖拉 這部分的話就是看你的上課的狀況 可以去做搭配 那原則上這種互動方式是雙向的互動 也就是說 大家在做這個拖拉物品的時候 是同步 所有人在這個遊戲的房間裡面 都會 都可以去做操作 我覺得這樣同步的效果 的遊戲性是很強的 那在這裡的話 我看到說這個圖案 因為像巡物遊戲裡面 我覺得就是這個圖片 圖片可能是大家比較關注的點 那能不能請小秒老師 就是稍微講一下 那圖片的部分 你是怎麼去去找尋 或是製作的呢 好 其實我是比較偷懶的一個人 我常常用的找圖片的 一個叫P&Tree 因為它本身呢 它都是一些已經去備好的圖片 就是這個網站 對 那我是付費的終身會員 那這就是因為比較偷懶 那在還沒有付費以前 有一些像是Free Pick 或者是說像Canva 它就是都有很多的圖片 而且呢 像Canva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可以比方說同一個作者 或者同一系列的圖片呢 會很容易搜尋 所以你就可以找到那種風格類似的 因為大家看這個畫面 如果說有那種粉彩畫 水彩畫 又有什麼那種相片 它就會很不協調 所以我們會想說 要讓它在裡面呢 都是一些比較協調一點的風格 所以就會 像Canva這方面就蠻好的 好 那如果說像Canva要去備的話 它也可以按一個按鈕 它就它有一個去備的勾勾 然後勾起來下載的時候就全部去備 Canva也可以一次把所有的圖片縮小 像比方說我為了要讓這個遊戲 它的loading不要太重 所以我每一個畫 每一個圖畫 它可能都是100x100像素而已 所以它這樣如果是用PNG Tree 它就會 它的圖都非常大 那如果是用Canva 我就可以 一開始我就設定好 我只要200x200 我download的時候全部都是200x200 所以這兩個平台我都覺得還不錯 可以推薦老師使用 大家 拜拜 記得要加入我們的 學友無線社團 會有我們直播的遊戲代碼 還有小明老師的社團 對還有小明老師的社團 對兩個都要加入 那就今天我們的直播就到這邊 大家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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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